荣耀发财快保 打仙什么都知道 想代飞全场的辅助玩家们赶紧看过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国服大圣新开发的小思路 让你们开局就把对面打野玩裂开 我们都知道打野玩家刷野区都是从一边往另一边刷 这样他们后面野区刷新的时候也有着规律 所以打野玩家一般都是顺着刷完一圈野区 刚好出去做事发育的舒服带节奏也舒服 那如果我们从开局就直接打掉他半遍野区的小野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一般来说红开塔也不吃下面的小鸟 而赤甲也会被编露的英雄直接吃掉对吧 那我们就从开局偷掉蓝buff小野之后 他就只剩一个buff能吃 那么他出野区的时候就刚刚三级 要蹭两波线还得等上一会儿才能补到四 而这个时候就初步干预了他发育节奏 而这个玩法最无解的点不在于此 你会发现等他第二轮红区刷新的时候 他自家蓝区的小野也刚好刷了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光明正大的去蓝区吃小野 你甚至可以直接露视野告诉对面 我来了他要想守你这边 就得让中路或者边路把他红区的三熊给吃了 这样还是丢了一组小野 在你这边还能看情况打他状态等自家打野过去 说不定能直接把他红区给刷了 而且这样一来他整个野区刷新时间点几乎是全乱的 两片野区几乎都同时刷新 他就不能像正常一样顺着发育去做事 本身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混乱的节奏 陷入一个无限被曝守野区的循环当中 你可能说哪有辅助刷那么快还能跑路 还不怕被打你别说还真有 连坡被动跌满自带30%攻速 每三拳还有一发强化普攻 这偷野速度不比东黄慢多少 而且现在辅助都流行边开 第一波尝试也非常正常 谁也不会第一时间想到 对面选了个连坡居然在偷吃一家小野霸 就算对面辅助意识到了过来协防 我们有护盾霸体还能刷新卫衣 你甚至可以顶着对面的伤害 抢下小野在光明正大的121跑路 这打法连坡一级得学一 开局你若是不确定他什么开 可以顶一下中路的兵线伤害 然后用一技能穿墙直接打三熊 如果你是提前知道对面大概率红开 我们就不在中路漏视野 提前钻篮区 然后先打两只小狼再打两只蜥蜴 先打蜥蜴的话 有些刷的快的打野可能会抓到你 吃掉两组小野我们就能到二 这个时候我们有满被动免伤 还有位移 把体护盾 只要对面不是四个人来包 想跑大概率是没问题的 如果自家打野和法师是火舞 蓝灵王这种前期打架很厉害的 那就算我们状态不太好 也可以尝试用121撞到人群开团 稍微拉扯一下 等自家打野生死 过来打对面一群三级 你就说对面会被裂开 如果你是中外辅助的玩家 并且也想自己能带飞全局的话 不妨就试试这个抢劫榴莲的思路吧 不说包带你飞 但对于敌方打野来说是绝对包痛苦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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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